伊斯坦国宣传海报美少女 想逃遭活活打死 17岁的凯斯·莫维克 和16岁的塞蒂·莫维克 疑似受到伊斯坦激进分子洗脑 想法慢慢变得偏激 去年离开奥地利的家乡 一起加入激进组织伊斯坦国 甚至成为伊斯坦国的宣传少女 担任宣传海报的模特儿 假如圣战室还怀孕了 但塞蒂·莫维克去年底 在一场冲击中死亡 凯斯·莫维克更是悲惨 因为后悔加入伊斯坦国 想从叙利亚的拉塔市逃走 却被活活打死 两条年轻的生命 就这样断送在遥远的异乡 但伊斯坦国擅长用媒体和宣传等方式 招募年轻的西方圣战士 与他们的新娘 据传从奥地利前去投奔伊斯坦国的 至少就有130人 东新闻综合报导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